我們今天來做一個非常奇怪的東西 就是味精 味精不是我們在外面買就可以買得到的嗎 就是天然調味粉 年節到了大家會收到很多禮物 特別禮盒 裡面都有放一些香菇啦 干貝啦 其實常常放了很久 沒用 大家就會放進去打 那為什麼呢 自己打做自己喜歡的調味粉 干貝 小魚乾 還有什麼蝦米 昆布 這些東西我們都可以自己打 每個家庭之後他自己的味道 每個媽媽用的調味料也都不一樣 你家也專屬自己的調味粉 我們如果是香菇打成 調味粉的話 你要加幾匙 你沒有在怕的 我們一般說 多鹽啊 味精加多一點 不要來看看誰 味爸有人工的東西 這個不用怕 要把它打碎 就必須要有很厲害的破壁機 好我們今天廚房實驗室就來看看 這個香菇一鏡到底打出來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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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哦 等一下 這也已經沒有一鏡到底的機會了 因為實在是太快了 哦 好像真的很稀 這個充氣超綿的 再加一點鹽就變成香菇鹽 你看炸東西啊 你要當粉啊 什麼都可以 好不好 而且我覺得它還可以拿來熬湯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會用香菇去熬 什麼香菇雞湯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整條的地方覺得乾貨 都是你家的調味粉 嗯 除了剛提到的炒菜 炒湯 還有什麼特別料理 哦 多嘞嘞 包水餃 你那個包的時候 你是不是抓一把 放進去 你的水餃特別特別好吃 那你可以自己創意 你還可以混 比如說這個味道加這個味道 自己看你自己想要什麼味道 自己加 變成你家獨特的味道 所以想要做什麼 就自己做 自己打香菇 然後再加點鹽 就變成香菇鹽 取代你家的補角鹽 是讓你家以後的料理 更多變化 所以你要炸排骨 你要炸雞腿 加這個 說不出來的美味 所以山珍海味 都可以拿來看